好,为在寿风乡前身是丰田市场的考古博物馆 之前举办来聚考古生日趴一周年的管庆活动 同时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从事营运免费入场转型为正式营运收费 让民众值回票价 馆内规划更多体验的教育活动 廉价也推出限定的考古春联以及烫金红包 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花莲县考古博物馆为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同时庆祝考古馆精彩风光的一周年时光 日前举办来聚考古生日趴一周年管庆活动 也将从自去年1月24日市营运期免费参观 26日起改为正式收费营运 馆方为了让民众值回票价 将规划更多好玩又知性的体验教育活动 我们根据市营运的那一个观众的回馈 还有我们发现到一些不足的部分 然后在这一年里面我们就是去加强的改进干嘛 那这样子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在这一年来 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设备还有服务呢 那都已经完备了 所以说我们就举办一个我们的一周年庆 考古生日趴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会在1月26号正式开始正式营运 就是要开始收费了 除了说我们的常态展 还有我们的二楼的那个开放式库房的展览 那我们还有设计很多的那个体验活动 一楼新增专位亲子打造的阅读区和互动体验游戏 带来花联文化局图书馆馆长图书 还有全新推出的文物分类 文物修复体验 藏宝地图等互动游戏 而春节廉价也推出考古春联和挡金红包 让民众跃跃欲试 官方表示初三开馆至初五 吸引千位民众前来参观 期盼未来有更多民众能走访受风口股馆 为花联之旅增添更多知性内涵 接着长方验兽风向报道